應該還好啦這個距離這樣 你可以轉過來給他們看看啊 眼睛都快睜不開了 你有這麼亮嗎 我超亮的欸 硬增啊 我說歡迎光臨完之後你們四個人要說 飛碟唱片行 歡迎光臨 飛碟唱片行 大家好 我是唱片行的老闆娘 今天 我的公讀生 不得了了 因為他們跟我真的很好 所以呢 他們 我還是千拜託萬拜託 他們來打工他們才肯來 你知道嗎 這專輯都出多久了 很多人專輯一來就來打工了欸 真的嗎 對啊 你自己說你在專輯多久 一個多月 是不是你看看他們 我們就慎重的來這樣子 好沒有因為他們剛剛 就是前一陣子就辦了演唱會 所以很忙 好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可以讓他們好好的介紹 我以為你酸酸的感覺 沒事 沒有啊我只是想說 我以為你們一開始拿到專輯就想說 欸我要來報名打工 沒有 下次下次我們要舉手舉更快 所以呢 今天我的公讀生到底是誰 我們讓他們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呢 好的 我的公讀生是 我們是 nightkeeper 首頁人 哇 首頁人講話就是輕聲細語 我剛剛是不是有點太大聲了呢 好我們現在要開始 恢復這種輕聲細語的概念 沒錯 那你們知道唱片行要幹嘛嗎 來唱片行要做什麼事情 買唱片 賣唱片 賣唱片吧 賣唱片 我們今天是打工的啊 對 可是其實我們的飛碟唱片行是沒有在賣唱片的 我們是要來介紹他們自己的專輯 他們就是公讀生 而且這個團呢有四個人嘛 那我們先從我旁邊的就是智瑩姐姐開始 我們先介紹一下之後再告訴大家 我們到底這個 這個專輯這個打工要怎麼進行 好來 嗨大家好我是首頁人的主唱夢遊小姐智琳 好下一位 我是首頁人的鼓手齊瑋 大家好我是首頁人團長許章WiFi 我是吉他手嘉穎 我剛剛還想說你們是這樣排擠新團人的 我一直以為他手上也有一個 因為他手上也有一個 因為他手上也有一個 我們現在五個人只有三隻麥 好的 那其實呢 他們就算跟我很熟 我還是要說唱片行呢 不管任何人來 都只有時間 沒有錢 對你們就只有一分鐘可以介紹你們的專輯 而且我剛剛還跟他說 那個摩不要拆喔 好像是比賽贏了 然後得到60秒打歌的機會 對 我說那個摩不要拆 所以你待會要拆快一點 對還要拆快一點 欸等一下 先不能作弊 不能跑跑 我剛剛還把我的麥拿走 我幫你當起來 我幫你當起來 好 可是因為一張專輯 我要跟大家說 一張專輯的製作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覺得只給60秒 實在是有點過分 對吧 所以 我有出了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你們的快問快答 對可以增加時間 但是這個東西呢 是跟你們專輯非常有關係的 沒問題 題目應該都不難 如果很難就是前面那位女孩出的 所以只要你們任何人 因為你們有四個人 所以你們任何人答題都可以 好 對所以只要答案就可以直接 直接講 可以可以可以 好 不要思考就對了 對不要 不要思考啊 但是答錯了就沒有得分啊 這是都有正確答案喔 真的假的 對 那贏了會有什麼獎勵 加5秒 還不錯好不好 這裡只有時間沒有金錢 對 你是不是很想要錢 對阿 沒關係我要時間 我要時間 好喔 好我們總共有6題 最多你們可以加到30秒 哇 好喔 那小編計時好了嗎 好喔 準備囉 好 好計時開始 請問首頁人最新專輯名稱叫做 實則 請問首頁人入圍金曲獎什麼獎項 對象演唱組合 請問募集網友睡前留言共同創作的歌曲叫做 我是部長 我是部長 請問首頁人逃離又要謝謝的是 演算法 演算法 好 題組請問專輯中第三首歌叫做 趕快open book啊 OK 你什麼時候拖打開啦 快點 第三首歌是什麼 第三首歌啊 最後面有啊 現實悲傷 現實悲傷 請問現實悲傷的主題是哪個社群軟體 好我有壓線你們可以回答 IG 答對 你都已經給我open book了還沒有打到 我覺得新人喔 這確定團員還要繼續 我們扣十秒 到底有沒有認真啊 扣十秒 我們不要欺負新團員啦 對不對 好的 我現在把麥克風交給自盈姐姐 因為我們等一下就會計時九十秒 讓你們來介紹一下你們的最新專輯 好喔 開始 我先說自盈姐姐是我們這次夢有小姐2.0的主唱 然後這張專輯叫做使者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專輯是由詹森懷設計的 然後它是裝置藝術家裝志偉 裡面都是一些光啊雷射啊電啊幻啊幻覺啊這些東西 它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層面 譬如說你看到裡面的一些歌詞之外都是用光跟影組成的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尤其是最後這個東西 它跟第一頁它是一個裝置藝術圖 譬如說你在漂浮的床 對漂浮的床 有一種夢中夢然後在床中床的概念 所以你回到專輯的封面 你會看到它就是這個圖組成而來的狀態 一個發光的枕頭 發光的枕頭 然後讓大家看到欸你好像在做夢 可是外面的人看你在做夢 然後你以為你自己在看到別人做夢 所以這張專輯可以完整聆聽 讓你從一開始昏迷指數 覺得欸沒關係可能還沒有醒過來 然後到覺得欸演算法世界 覺得好像不一定是開心的 但也許是快樂的 然後到睡不著 最後回到活在自己的世界 覺得其實來自於社群的壓迫 或人際關係的恐懼 你覺得沒有關係 整張專輯開車煮菜 然後放假 或是上班偷聽一下坐捷運搭車 都可以陪伴你 考試 考試 對考試 考試什麼行星 對想補充的 但反正最然後最後面會有一張這個 解夢天使卡 十者解夢卡 對 每一張專輯會隨即送一張 總共會有三張不一樣的 所以收集到三張的人呢 就可以 就是 召喚首頁人 對在線上召喚我們 如果你買三專輯 搞不好都買到一樣 就沒辦法了 但你買三張專輯 然後你可以召喚出來 我們幫你陪你吃宵夜 或是陪你唱夜唱 對 金哥想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是不是時間到了 對時間到了 而且我覺得他們非常的好笑 哈哈 一直 手忙腳亂 剛剛是不是自己說60秒很夠 我覺得還好你答應我90秒 是不是我想要問是這張卡片 如果真的他們買到 然後三張就這麼的幸運 對 隨便召喚你們就會出現 他可以線上雲端點歌 我們就會突然辦一些什麼 實體的見面啊 或是雲端上面見面 然後你一召喚 我們就看到 欸原你秀出這三張卡片 那你就可以完成他們的願望嗎 如果他們的願望是可以達到的話 譬如說陪吃宵夜 我很樂意 因為我都自己一個人吃宵夜 對啊 你那麼愛吃宵夜 對啊 我們都自己一個人 欸我覺得唱KTV蠻棒的欸 你可以聽著首頁的人 而且你就做VIP 坐在旁邊 陪夜看漫畫 陪夜看漫畫 真的 欸陪夜看漫畫 陪夜看漫畫 然後又在包廂裡面 太近了太近了 知道嗎不太近 那可能要三十張解夢卡可以換 哈哈 哈哈哈哈 自行說 好啦今天非常感謝首頁的人 來介紹他們的全新的專輯 然後呢希望他們下一次呢 都可以就是自告奮獎 一出專輯就說 啊我要來打工 好嗎 我下次預購之後就舉手了 好好好 先預約下一次 下次要等多久 明年冬天好了 欸應該不會很久吧 但我們那時候單曲 還跟我說要預約下次 然後讓我等了大概三五年 沒有不會不會 應該是不會這樣喔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首頁的人來打工 那我們就唱片行下次見囉 謝謝欣雅妹妹 謝謝 掰掰